请我们打开周报第二页 我们今天要看一个题目 叫做福音传到撒玛利亚 福音传到撒玛利亚 今天我们所要看的是 记载在使徒行传八章一到二十五节 如果你的眼睛还不错 你可以看周报的 如果你需要看大一点的字 请你翻开圣经使徒行传 第八章一到二十五节 今天我们要看福音的推进 福音传到撒玛利亚 这个是福音传播 在历史上和地理上 非常重要的一步 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来到地上 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设立了救恩 救恩是从耶路撒冷逐步往外传的 这个是地理上来看 那在今年 差不多过去有将近十次的聚会里面 我已经从使徒行传第一章 讲到第八章了 我们提到福音的传扬 是在耶路撒冷碰到很大的难处 外力不断的压迫他们 犹太教犹太人一直压迫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 但是这个外力的压迫并没有造成福音的阻碍 反而让人数增长 初期人数一下子就暴增到一万人左右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福音成长的快速 就造成内部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如果成长太快 一定会有内部的问题产生 他们也碰到内在的矛盾 但在这样子这个危机当中 使徒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 就拣选了新的同工来承担责任 开始有效的管理牧养教会 因为这个缘故教会的名声更好 人数一发的增加 而被选出来的七个执事里面的 有一位叫做司体反 他不仅有行政的恩赐 他也有大的能力来传扬福音 其实在教会里面 常常碰到这种情况 很多人说我刚刚才信主 我什么都不会 你做什么呢 你可以做任何很简单的行政工作 可是一段时间之后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不只是一个教会 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事 也是现在教会所发展 我们常常看到的状况 就是你看一个人 他本来只做行政的 可是从来他怎么会做 很多福音的工作呢 这个很正常 因为这样的事情 每一个人都可以上手 我刚才特别跟分组祷告的时候 我跟那个弟兄在一起祷告 我常常看到他 做一些很小的工作 可是这些小工作上面 我们尽心竭力 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神把传福音的能力 交给我们 我刚刚来这个教会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初中 高中 以后我大学一年级开始 参加师班 我从最简单的事情做起 就是教会的总务 以后我有差不多十多年的时间 我在这个教会 那个时候教会没有管堂 有一个管堂是谈老弟兄 那可能我们当中 没有几位认得了 我每一个礼拜 几乎是第一个到教会 最后一个离开的 因为师班要来 总务要先来 师班最后才走 因为每个礼拜天下午 师班都练识几乎 然后完了以后呢 我要去关冷气关灯 我们每一个都是这样慢慢服侍出来的 师班也不例外 他不仅有行政的恩赐 而且他大有能力的传扬福音 没想到这样的结果 就招来犹太势力的反扑 以后 师班就被死都打死了 大祭司和长老文士们认为 这样教会就受到亏损了 在他们很高兴的时候 没想到这一个动作就应验了 主耶稣在使徒行传 一章八节所说的话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会被使徒行传 一章八节说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知道地极 做我的见证 主耶稣清清楚楚地把福音传开 在地理上的进入 讲得很清楚 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其实这个不是个历史的事实 这是历史历代教会传福音 或者说福音被传开的路径 都是这个样子的 今天我们要从使徒行传 第八章一到二十五节来看 福音传开到底可以归纳出什么原则呢 我们要知道第八章是一个化时代的一章 为什么 因为福音终于跨过犹太这个地区 还有犹太人这一个种族 开始传到犹太人以外 这里面一定有很重要的真理 要向我们说明 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 第八章一到二十五节 我读一节 请你们读一节 这里有一个历史的记载 我们来看到底说的是什么 使徒行传八章一到二十五节 我读一节请你们读一节 从这日起 耶路撒冷的教会大招逼迫 除了使徒以外 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 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 拉着男女下在尖里 菲利亚撒玛利亚曾去宣讲基督 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 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 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 有一个人名叫西门 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 妄自尊大 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 他们听从他因他酒用邪术 使他们惊奇 西门自己也信了 既受了喜就常与菲利在一处 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义能 就胜惊奇 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 要叫他们受圣灵 于是使徒安走在他们头上 他们就受了圣灵 说把这权柄也给我 叫我手按着谁 谁就可以受圣灵 你在这道上无分无关 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 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 被罪恶捆绑 二十五节一起来读 请 使徒既证明主道 而且传扬 就回耶路撒冷去 一路在撒玛利亚 好些村庄传扬福音 这是一个历史的记录 可是我们从这当中找出 四个福音传播的原则 第一个请你写下来 福音的传播有环境的因素 请你写环境 福音的传播有环境的因素 福音有一个特性 就是外在的压力越大 福音传扬得越快 一般而言 一个组织或者一个公司 正常来说 环境如果顺利 事情推展就容易 环境如果困难 可能私情的发展就受到阻碍 可是福音恰恰相反 这是福音的一个特质 区域性的记录是如此 个别性的教会也是这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甚至基督徒个人 也是在越大的困难 对我们而言 我们的生命力越旺盛 人可以摧毁教堂 人可以改善阳群 却没有办法限制福音的传播 其实对我们而言也是这样 因为福音就是生命 基督徒不受逼迫的时候 生命不容易反省 很多基督徒信久了以后 我们就慢慢慢慢慢慢的就稳定了 我们的工作开始稳定 我们的家庭开始稳定 我们的生活开始稳定 我们就不常反省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我们聚会也都稳定了 每个礼拜不来聚会 觉得好像缺什么一样 可是我们就只有这样吗 昨天我们在这里举行水礼 我最喜欢参加水礼的见证的时间 昨天我跟言顺之长老在那边施洗 施洗当中有见证 就穿插在里面 所以我们两个每次施洗到 几个人之后 我们就到旁边去那边等 我们住在那边 然后我们在那边听每一个见证 都刚刚信主的人的见证 听他们见证的时候 我眼泪都流下来了 我就一直在那边擦眼泪 我说主啊 我以前也是这样 我怎么现在都没这个感觉了 他们讲他们怎么样被神得着 其中有一个讲到 他的面临多大的困难 可是他只一回头 就发现神已经预备了恩典 有一个人提到 他教会很久了 他有遇到很大的困难 可是他就觉得说 没有有不可能有上帝了 有一天他实在没有路可走了 他说神啊 如果你做什么事 那件事情讲起来也很奇怪 三四个月前 人家要跟他买房子 他不卖 他碰到很大的困难 当时就碰到很大的困难 他就不肯卖房子 后来他就跟主说 好 如果真的有你 让那个人回来找我 三四个月前 他说今天就让我知道 你不是在试探神吗 可是他是一个 对神不是很清楚的人 他就很单纯的 跟神这样做祷告 来我问问老基督徒 知道老的定义吗 就是弹性不佳的意思 我问老基督徒 我们还敢这样祷告吗 我看到诚实的老基督徒 我们不敢这样祷告 可是他因为他刚 他还没有真正的信耶稣 他说主啊 他说如果真的有你 让我遇到这件事情 他就回到他住的地方 就在楼下那个管理员 跟他说 今天某某人来问说 你要不要把你的房子卖给他 那个人就是他讲的那个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的生命 没有遇到很大的难处 我们会越来越稳定 我们却很少有反省的机会 今天早上我们在这边 预备第二堂聚会的时候 我看到大师班的人 变得这么多 我讲了一句话 师民对不对 我说你看师班人又增加了 真的是有春夏秋冬了 春天看起来又来了对吗 其实我们的生命都是如此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一定起起伏伏的 可是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福音的传播有环境的因素 可能环境越不好 对我们不一定是坏事 斯蒂凡死的那一天 耶路撒冷就大招逼迫 那些原来逼迫使徒的大祭师 长老文师又卷土重来 这次他们力量更大了 他们除了逼迫教会使徒以外 他们逼迫整个的教会 没有办法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来读第一节 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 预备请 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 大招逼迫 除了使徒以外 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 撒玛利亚各处 没有想到福音这样就传到了 犹太和什么地方 撒玛利亚各处了 这不就应验了使徒行传 第一章第八节说的吗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当然教会受到批迫 还是有人可以留在原地 照这边所说的 那些使徒们留在原地 留下来的一定会经历生命的更新的 因为面对逼迫 他们只有倚靠主一条路 他们知取神的恩典 经历外在的不顺利 内心却得以享受主的同在 那这些人留下来的很不容易 不过使徒他们坚持留在耶路撒冷 这个是有一个背景原因 等一下我们会了解 可是其他的人都被赶到外面去了 我们来读二节三节 后来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来读二节三节 预备 请 有虔诚人把尸体反埋葬了 为他垂胸大哭 扫罗雀残害教会 进个人的家 拉着男女下在间里 我们就发现 留在当地的人很辛苦的 因为他们驾到监狱里面去 这个很辛苦 但事后来看 却可以知道 有人留在耶路撒冷 是有目的的 以及有原因的 第四节我们来读 预备 请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 也因为如此他们被逼迫 福音就像蒲公英的种子 就像松树的种子 风越大就吹得怎么样 越远 有的时候我们很怕外面的压力 其实当风吹到这些蒲公英 或者是松树的种子的时候 他们就越飞越远 弟兄姐妹 我们没有一个人不经历难处的 或许你已经经历了一些难处 现在稍微稳定 或许你现在正要经历一些大的难处 或者要经历大的考验 或者我们没有预期 什么时候会遇到事情 可是当这些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的生命更茁壮 个人是如此 团体也是如此 其实在四五十年前 香港台湾许多人到美国留学或开餐馆 几个基督徒到一个新的地点就没办法 因为没有聚会 只好我们几个人在一起 以后就小组 以后就校园的茶经 以后就开始餐厅的茶经 以后就建立起来了 在台湾跟香港的福音的种子 越过太平洋 就在美国那里建立了几百个华人的教会 欧洲也是这样 欧洲也是这样 欧洲的教会成立的更辛苦 除了香港跟台湾人建立的少数教会之外 大部分都 绝大部分都中国大陆人建立的 他们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或者是之前一点点 他们因为在中国大陆太辛苦了 就跑出去 他们跑的路线可以从北边跑 就是从西伯利亚 跑到所谓的苏俄 或者现在的俄罗斯 再往东欧往下 或者有的人逃到北欧 我有一次在北欧碰到一个人 他就是还在瑞典政府的政治庇护之下 他在等拿到可以拘留的身份 因为他逃出来的 逃出来的 那么被抓到 然后他说我是什么原因 申请政治庇护 也有人是用一万美金 拿到一个把我送出去的这个机会 他们全家在一起说 一定要有一个人走 因为这里太辛苦了 就让他们分开来 去从中国大陆跑到欧洲去的 能够活下来的人 并不像我们想象的这么高 可是无论如何你把钱交出去之后 他就不退费的 他们就这样子 可是就在这三四十年 二三十年当中 欧洲也有三百个华人教会了 三百个华人教会 我们就会发现福音传开来 是有环境的因素 福音为什么传到这里 为什么传到那里 是因为环境的因素 第一 第二 从这段的圣经我们看到第二件事情 就是福音的传播需要教会的监督 请你写下来 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的事实 以及这两千年来教会的定义 这一段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的记录当中 我们发现一件事 就是福音因为门徒四散而传到撒玛利亚 在那里撒玛利亚人就领受了神的道 福音的发源地就是耶路撒冷的带领者 就是使徒 我们刚才提到所有人都被赶出去了 谁没有走 使徒没有走 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留在耶路撒冷那里 在福音的发源地 仍然保留一个所谓基督信仰的中心 在那里是犹太人的地方 他们信了耶稣 他们成立了教会 在那边 以后他们发现福音传到撒玛利亚了 他们就派人去帮助他们 我们来念这一段圣经 十四节到十七节 我读一节 你读一节 然后我们读二十五 对不起 我因为喉咙还没有好 我一直想咳嗽 所以你们只要 不要听到咳嗽 就不会听到咳嗽了 十四节到十七节 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 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 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 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 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喜 好 这是讲到福音传到撒玛利亚 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我要留到第四点再说 可是我要先讲到形式的问题 再讲到实质的问题 第二段我要讲到形式的问题 就是福音的传播需要教会的监督 福音的传播需要教会的监督 这一段经文反映了什么事情 就是福音的内容必须保证不出问题 福音的传播必须要被监督 福音传播的那个内容 那个真理到底是什么 是一定要有教会来看守住的 这段历史的记载非常的重要 因为当时耶稣基督刚刚复活 圣灵刚刚降临 信徒最大的困难 就是对福音的掌握 就是复活之主到底是什么 对圣灵的认识跟降临的了解 到底是什么 如果这些没有把握好 那么福音传扬就会出问题 所以讲到福音的传扬 需要教会监督这一件事情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是一个历史传承的必须 换句话说 在福音传扬的过程当中 教会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那什么叫做教会呢 教会不是指的临生难路礼拜堂 教会不是指的哪一个进信会 教会也不是指的哪一个圣公会或长老会 教会是指的 请注意听 被神在万古之先拣选 因着圣灵感动 愿意口称耶稣基督是主的人 所成立的或者组织的 这好像是人的作为 其实不是 是共同的集合在一起的 这个叫教会 所以基督徒教会里面的人 不一定在基督教会里面 有的也在天主教会里面 有的也在希腊政教的教会里面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不是在基督教里面 所有的受过喜的挂了名的基督徒 都在教会里面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我再讲一遍 什么叫做教会呢 教会是那些人的集合 哪些人的集合 因着神的拣选 圣灵的感动 然后我们口称耶稣基督 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这些人集合起来 叫做教会 那这样教会在哪里呢 教会不在一个教堂里面 教会也不在基督教里面 教会是那些人的集合 那些人在哪里呢 那些人有些人在我们当中 可能我们绝大部分的人 都在里面 有一些人会在天主教会里面 有一些人会在希腊正教教会里面 可是不是所有的在基督教 任何一个教会里面 名册上有那个人的名字人 那个人就在教会的里面 这样清楚了吗 这样还不清楚的话 那是我表达能力很大的问题了 因为教会不是我们看到有形的组织 教会是一个无形的存在 而那个存在是在神的里面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在初代的教会 是保留在耶路撒冷里面 因为当时是少数的人 是跟过耶稣基督的 所以整个的教会有使徒的传承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必须知道 我们是源于神 也是一个组织 那个组织是人看不见的组织 但是它是一个组织 它是一个组织 我举例来说 我们都知道这一本圣经 注意听 这一本圣经是神的启示对吗 那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 那为什么是这66卷 而不是76卷呢 我们都是圣灵的保守 这句话一定是对的 可是是谁决定的呢 是圣灵决定的 可是你们知不知道 这66卷有经过表决的 那么是谁表决的呢 就那些人嘛 对不对 那些人怎么可以替我们表决呢 这就是一个使徒性 就是有一些人 特别被拣选出来的 我们不知道那些人在哪里 就好像我们就是教会 所以什么叫做教会 亲爱的弟兄姐妹 教会不是教堂 教会不是教会名册 教会是那些被神拣选 圣灵感动我们口称 耶稣基督是主的人的集合 是历史历代的 如果要说圣经是 全部是 注意听 全部是神决定的 那当然全部是神决定的 那透过什么形式决定的呢 透过教会决定的 我再说一遍 透过教会决定的 而教会在哪里 教会就是那些相信耶稣基督人 所决定的 所以它是透过人决定的 透过人决定的 不是只有神 对吧 它的形成的过程 不是只有神一个因素 让我们看见的 如果是这样 那摩门经 就比我们更符合我们那个期待 对吗 圣经最好是怎么样 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本书最好了吗 或者是地里面挖出来的一本书最好了吗 比我们这种表决出来的不是更好吗 大家明不明白我的意思 所以我们在讲教会教会的时候 我们不要忽略 这些这个教会这一个呢 就是证明了神在他们当中 这些人证明了神在他们当中 否则这两千年来的教会的使徒统训 就出了问题 所以教会会监督福音的传扬 事实上这里所记载的就是这件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反映了一件事情 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发现 福音已经传到了撒玛利亚 他们就派人去看他们 请问派的是谁 刚才我们念的派的是谁 彼得跟谁 约翰 我问你 十二使徒里面 谁是最重要的三个人 彼得 雅各 约翰 对不对 他们这次派谁去 听得懂吗 这里说派他们两个去 所以就不是他们两个自己要去的 是十二个使徒他们决定出来说 派他们两个去的 所以他们两个不仅有 他们主观的愿意去 而且他们也是代表十二个使徒去的 因为你要知道 他们到了那边 他们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昨天我们在这里施洗的时候 我跟他们解释受洗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 说受洗是什么意思 然后受洗完了之后 我们就一起拍照 还送他们礼物 然后还给他们证书 然后我们就结束了 我没有做一件事情 没有做哪一件事情 请我们来读第十四节 读十五节 十六节 我们读 我读十五节 十六节 你们读十七节 十五节 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 要叫他们受圣灵 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到他们一个人身上 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 十七节 请 我昨天没做这件事情 我昨天没有说他们受了洗 现在暗所在他们身上 让他们受圣灵 我没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现在不需要做了 可是那为什么当时需要呢 这就是福音传到撒玛利亚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等一下我们会讲 可是这边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福音传扬出去的时候 教会为了保全福音内容的准确 他们是把最重要的同工 从撒玛利亚派到 从耶路撒冷派到撒玛利亚 去看这件事情 然后就补足了那个福音的不够 亲爱的弟兄姐妹 随着福音已经传扬到全世界 这两千年来 福音的内容越发的稳定 我们要知道 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的人 比当时的使徒 跟当时的门徒 对耶稣的认识还更深 我们现在的人 对于所谓基督的信仰的掌握度 比当时的门徒掌握得还准确 因为经过两千年来 你知道有多少走错路的 我们发现了 多少研究 慢慢慢慢的 神学不断的反省 已经确定了 耶稣基督是神人二性 昨天我们在施洗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讲 等一下我会问你这个问题 你一定想不通 不过我告诉你 我也想不通 你只要说我愿意就可以了 我怕他们很害怕 我就跟他说 我就跟他们说 说那些都是圣灵感动你 你才会说阿门的东西 你想不通的 我也想不通 耶稣怎么可能百分之百的神 又百分之百的人呢 我也跟他们讲 等一下我要替你施洗的时候 我要问你 你相信圣父圣子圣灵 三而一的独一真神吗 你要说什么 我相信 昨天很多人说我相信 我们当中受过洗的人 你都说过我相信 那我问过你 我问你 你受洗了二十年 你懂这句话的意思吗 你不懂 圣父圣子圣灵 三而一的独一真神 是一就不会是三 是三就不会是一 对不对 那我们到底是信了 是一神还三神呢 你说一神 那耶稣死了 那神有没有死呢 那我告诉你 你不想就不紧张 你越想越紧张 不过我告诉你 没有关系 你不用懂 你只要信 这一点都不是在 做愚民政策 我告诉你 因为自以为懂的人 都成了异端 这本来就是不会懂的 这个是圣灵的感动 我们就是会相信这个事情 我们就是不明白 可是经过这两千年来 神学不断的反省 圣灵的真理已经确定了 信心跟行为的关系 也一步一步的落实 跟成形了 这些真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已经成了很大的把握 因为一而再 再而三的确定这一件事情 福音的内容已经确定 可是我们也知道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福音进到不同的文化 也产生了不同的教会治理模式 跟牧养的工作 它有很多的不一样的状态 很多人 我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最喜欢问的问题是 基督教为什么有各中各派呢 为什么这个教会有牧师 你们教会没有牧师呢 因为我们教会是很特别的教会 就没有牧师 所以常常有人问我们说 你们教会为什么没有牧师呢 为什么治理牧养 可以这么多的不同呢 那是因为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人文 不同的传统而造成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教会的治理跟牧养 不会定于一的 因为圣经里面 对于这个部分的启示 是很少的 那为什么要这么少 那为什么不多一点呢 因为不需要统一 因为不需要统一 因为教会的治理跟牧养 不需要统一 在不同的人群当中 它不需要统一 因为每一个人的人种 和地区环境 你是生在寒带 还是生在热带 性格也不一样 治理的模式也不一样 真理是一样的 可是治理的模式 却不一定要一样 其实这些都不是基督教 最大的问题 在治理上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基督教会最大的需要 或者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 最大的需要是 真理和爱 不是怎么管理的问题 我相信我们当中 有很多做父母的 每一个父母管理孩子 方式都不太一样 对不对 彼得杜拉克讲过一句话 他说我见过最好的老师 他们的教导模式都不一样 我见过最好的老师 他们的教导模式都不一样 治理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在我们当中 只要有够多的真理准确了 我们的爱心充足了 教会路线不是绝对的 可以容许在不同的环境当中 发展成不同的样貌 如果你在教会 只参加过我们教会 那问题不太 不太严重了 你就觉得反正教会 就这个样子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到过很多教会 你就会发现在教会的模式当中 有很多不同的 如果你到过卫理工会 如果你到过圣工会 你知道卫理工会是 他调动他们 区域性的牧师是一年一调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比如说我在我们教会 叫长老 对不对 其实就是牧师 在别的教会就是牧师 那如果我是在他们教做牧师的 我们教会有几个牧师 他们是一年一调 一年一调什么意思 就是到十二月开年会的时候 就宣布明年谁在什么地方 然后明年我就到南京东路去了 然后沈明峰就到这边来了 听得懂这个意思吗 我们就不懂这样怎么治理教会 可是卫理工会就是这样的 全球卫理工会都是这样 在台湾因为结果这么多年 他们慢慢就为了要让教会稳定 因为民族性的关系 他们大概平均是四年一调 可是还是每年公布 听得懂吗 他还是每年公布 可是我们教会在这里 你不喜欢我 我可能就会一直留在这个地方 听得懂吗 这是治理的不一样 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 你可能喜欢某一个形式 可是我们教会不是这样 或者你可能不喜欢某个教会的意思 它就是这样 我第一次到信义会去讲道的时候 那时候我才三十岁左右 我到信义会去讲道的时候 我因为第一次到信义会 我完全不懂 那因为我也没到过信义教会 信义会做过聚会 我从来没进去过 那在二十年前 我就是讲员 他们就请我上去 我都不懂 我就问他们说怎么样 他说你坐在那边 我就坐在那边 然后那个领会坐在那边 然后因为有讲座挡着我 我也看不到下面 我就看得到一点点人 那么他们开始聚会的时候 那个牧师在领会 我非常感动 非常感动 因为他用唱的 他唱一句下面回一句 以后他又唱一段 会中又回一段 那我听得懂他们唱什么 他们一唱我眼泪就掉下来了 我说怎么有这么好的歌词 怎么有这么好的祷告词 可是我看他们下面 都没有人感动 我觉得很惊讶 这种祷告词听到还不会感动 那什么祷告词你听了才会感动呢 后来我陆陆续在他们教会聚会了很多年 他们教会的祷告词永远是一样的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我到了几次之后还是很感动 可是他们已经不感动了 这个是每个教会不一样 我第一次领到圣公会的圣餐的时候 就是播饼的时候 跟我们教会完全不一样 跟我们教会完全不一样 是跪在前面领的 我就跪着 那个牧师拿那个饼分给我们 然后拿那个杯 是这么大的一个银植的杯 他用盗的 你嘴巴就张得这样 他就用盗的 他走过去一盗 他很厉害 他就这样盗 他这样盗 旁边还有一个人插 如果他碰到你的杯子 如果他碰到的时候 原则上不会碰到你的嘴巴的杯子 如果碰到他就插过去 很快 两个人 然后一圈完了之后 你就退下去 然后一圈全部上回来又跪下来 我几次领受那个 我很感恩 可是我看他们走上去 就这样随随便便的这样 仪式的确会有不同 每一个教会带领方式也不一样 各式各样的 可是感谢主的恩典 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们就可以在不同的带领 我们上中成长 我们教会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教会 因为我们教会 可能各位现在因为台湾已经太多讲国语的教会 各位不太了解 我们教会是1945年就成立了 1945年在台湾成立的 1945年 那个时候 国民党或者是说 国民政府还没有签到台湾来对吗 1945年那时候 吴长老和几位弟兄姐妹开始的这个聚会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只有讲台语的长老会跟圣教会 并没有讲国语的教会 并没有讲国语的教会 我们教会是在没有宣教式 没有拆会跟其他教会的支持之下是成立的 因为当时这一批人是从 中国大陆过来接收日本 留下来的一些工作 跟政府的一些官员 从中国大陆过来的 所以他们讲的是国语 可是这边讲的是台语 你要知道讲国语的人到讲台语的当中去聚会 现在是因为我们多多少少都听懂一点台语了 对吗 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过台语 你只会讲国语的你听台语会怎么样 你就听我了 你真的听不懂 你真的听不懂 你不是不要听 你很努力听也听不懂 不要说像我从小也是有一点点讲台语的 我第一次到长老教会聚会的时候 我从头到尾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他唱的诗歌我每一个字都懂 可是我都唱不出来 因为他们唱的字都不按照国语发音 他们有另外的发音 那个时候吴章老他们就成立了这个教会 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本土自身自长的教会 因为这个缘故 因为没有拆绘 也没有人帮助 其实福音已经传播了一千九百多年 可是他们来这边的时候 吴章老他们也刚才信主 我们当中有一些是很老的会友 吴章老他们怎么建立教会呢 因为他们都很年轻 也老实说对圣经没有这么多的理解 今天早上第一堂有一个弟兄坐在这边聚会 他的爸爸早年就是跟吴章老在一起聚会的 他的爸爸叫做吕耀谦 我想你读除非你读教会历史 你不会知道这个人 他是会所 基督徒聚会处的元老 从中国大陆过来的 那个时候民国三十八年之后 他就过来 过来就在吴章老他们的教会聚会 以后他们就分开来 当时先过来的就是聚会处 以后聚会所就过来了 就慢慢就有些教派 以后进兴会很快就成立了 进兴会是有四个拆会 从中国大陆搬回来 搬到这边来马上就成立了 可是我们是台湾第一个讲国语的教会 因为这个缘故 吴章老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建立教会 他们就读圣经 圣经怎么说就怎么做 听得懂吗 他们就直接跳过一千九百多年 教会发展的历史 因为没有拆会的帮助 就完全不了解 所以我们到教会 我们教会到现在还没有牧师 因为圣经里面没有牧师 所以我们教会就没有牧师 听得懂吗 可是教会两千年的历史 他们发现一件事情 如果不把牧师案例出来 那就会产生问题 那这是他们的想法 事实上历史证明也是这样 所以教会他们就有牧师的制度 然后传道比牧师还更早有 我们教会现在终于有传道了 我们教会是三十年之内才有传道的 我们教会已经成立六十几年了 三十年之内才有传道了 换句话说我们在三十年之前 是不要有传道的 我们到现在还不要有牧师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因为我们当时没有人帮助我们 我们就自己建立这个教会 我想我们不是我了 我也是后来的了 他们就建立了教会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教会就没有 没有 没有 牧师 只有长老 到现在人家常常问我说 你们教会为什么没有牧师呢 我就跟他说因为 我只能这样讲说 因为吴勇长老就叫做长老 我们以后全部都叫做长老 所以我们教会就没有牧师 不是没有牧师 是没有牧师这个头衔 我们就做牧师的工作 如果我这样不算牧师 我算什么呢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 我就是牧师嘛 因为我全职 我在教会里面服侍 我没有在外面有工作 这就是一般教会所谓的牧师嘛 或者什么传道嘛 我们教会到最近才有传道的 这三十年才有传道的 过去三十年没有听过传道 我来我们教会的时候也没有传道啊 那时候我年轻啊 还在这边读书啊 也没有传道 那我们教会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教会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 是按照我们所理解的圣经在做的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教会的组织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这样 我们现在有传道了 但事实上是全部人一起来服侍的 我全部人一起来服侍的 那我们教会现在有七位长老 我们长老怎么服侍呢 我们长老就是七个长老在一起 讨论教会所有的事情 我们教会长老大概有一半是代职的 一半是领教会的供给的 那一起在一起服侍 我们在一起服侍呢 我们在教会里面就一起把 我们所认识的 我们从神所领受的 我们所理解的 我们所了解的 我们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在选长老是 我们特别选个性不一样的 恩赐不一样的 把它放在一起 希望七个人如同一个人 那这是我们的期望啊 你知道期望归期望不容易对不对 可是没有期望是绝对不可以的 所以我们就这样做 以后我们就七个人在一起 那我们当中有一位是 主则长老 或者我们以前叫做执行长老 那主则长老现在是李津渊长老 他不仅对外代表我们 临生南路礼拜堂这个组织 他对内也统合所有长老的意见 和其他长老一起带领全教会 那这个是我们的组织 所以我们长老会是每个礼拜都开的 我们长老聚会是 有人说你们长老聚不聚会 我们长老怎么不聚会 我们长老聚会每一个礼拜都聚会 我们每个礼拜都聚会 我们在一起讨论 那么谁来带领我们呢 就是李津渊长老 他就说来教会有什么什么事情 大家来讨论 然后他就预备了一些 他所碰到的问题 然后我们就一起讨论讨论 讨论完之后就做决定 做决定之后他就负责执行 什么叫做负责执行呢 就是我们做的决定 他要负责把它全部推出来 他可能会来跟我说 李津渊那这件事情你做 他叫我做我就怎么样 我就要做啊我就要做啊 所以在去年的7月1号 他做了执行长老的第二天 我就专程跑到办公室来 跟他说 我说金约我来跟你讲一件事 他说什么事 我说我跟你讲 从今天开始以后 我忠心于你 我忠心于你 他吓一跳 他说你不要忠心于我 你要忠心于上帝 我说这就是我们教会最大的麻烦 听得懂吗 我们教会最大的麻烦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忠心于上帝 我问你 你讲你忠心于上帝 你自己都不好意思对不对 你不会不好意思啊 那你还真不止不好意思 我有些话我都不好意思讲了 我们说我们忠心于上帝 真的吗 那李津渊说你不要说你忠心于我 你要忠心于上帝 我跟李津渊说 我所谓忠心于你 请你不要误会 我所谓忠心于你 不是只有听你一个人的 我说我忠心于你是什么意思 我把我所知道都要告诉你 好听的 我也讲 你听的不好听的怎么样 我也要说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 如果我们想要这个团队 能够好好的往前走 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真正的想法讲出来 我刚才说我在我们教会做了十几年的执行章 我觉得最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 每一个人都忠于上帝 我当时问他一句话 我问你什么叫做忠诚 什么叫忠诚 忠诚只是盲目的听君王的意见吗 如果是这样未争就不能叫忠诚 对吗 勤快反而可以叫忠诚 是不是 什么叫忠诚 忠诚是我愿意把我所知道的所有事情告诉你 然后如果你一旦做了决定 或者我们七个人一旦做了决定 我就愿意顺服 你知道有多少状况是 我们在一起 然后我都愿意顺服可是不去做的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们都忠于上帝吗 真的吗 你再想想看 我们好意思说我们都忠于上帝吗 其实当我们说在教会的知识上面 我忠于上帝 我不忠于人的意思是 我不准备听你的意思了 那至于听谁的呢 也不是听神的 听谁的 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状况 所以那一天我就去找静渊长老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十几年我都执行长老 如果我不敢忠于他 我要仍然忠于我的上帝 我就一定要走错路 因为我刚才讲过 福音的传播需要什么 教会的监督 什么叫做教会 我告诉你教会不是李静渊 教会不是李建 教会就是教会 我刚才先把教会下了定义啊 这样听得懂吗 那个教会 那个教会是我们一起祷告出来的 那个教会是我们一起在一起服事的 亲爱的弟兄弟们 这是在任何的机构看不见的 任何地上的组织看不见的 虽然这个实在太难做了 可是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方法 因为神要我们这个样子 在一般的组织 在一般的公司 他一定要有一个决定的人 那个人决定做下面的人一定要听 然后不然我就把你fire掉 我是董事长 我是总经理 对不对 可是在教会不是这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缘故 教会的治理 不一定要像我们教会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有牧师制 我们可以有慧众制 像我们教会叫做长老制 这个圣经上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 虽然我们读来读去 就觉得应该是长老制 可是你知道赞成牧师制的人 怎么读来读去就变成牧师制 对不对 可是真理我们确实一样的 真理我们确实一样的 感谢赞美主 因为这个缘故 这新的长老案例出来之后 我们七个长老慢慢的 越来越彼此认识 彼此了解 彼此交心 彼此在神的面前领受真理 然后我们一起要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 所以我跟金元长老说 我说对不起 你的责任比较重一点点 但是我们愿意配合 在整个的我们一起决定的路线上面 我们一起往前走 所以教会一定会有制度 虽然不同的教会制度可以不一样 但因为教会在神的带领之下 有保全真理的职责 这个不会变 但也有牧羊羊羊的功能 所以第二件事情 福音的传播在形式上面 我在讲形式上面 这个非常重要 需要教会的监督 第三 第三请你写下来 福音的传播受领袖的影响 受领袖的影响 受领袖的影响 在五节到二十五节这边 有三组领袖 第一组叫做 菲利 第二组叫做西门 第三组是彼得跟约翰 一个教会如何 是受教会的领袖的影响 什么叫做领袖 领袖就是有影响力的人 有影响力的人 菲利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他传福音到那边 那边的人就信了耶稣 西门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因为他也会行邪术 邪术这个字的意思 其实就是歧视 因为他做的事情不是属神的 所以我们不翻成神机 我们把它翻成邪术 就是他也会行歧视 可是他这样子有影响力的人 他也是领袖 第三是彼得跟约翰 他们也是领袖 他们是督导教会 让教会走在正路上的人 我们先简单的来看菲利 菲利是一个传福音的人 他随走随传 而且有神机歧视随着他 他所到之处病得医治 鬼被赶出去 基督的名被传扬 以至于许多人相信耶稣基督 这种人到现在还有 我是指像这样有传福音恩赐的人 现在还有 我们会发现 有些人就是会传福音 有些人就是会传福音 他们的生命有经历 他们活出生命的见证 甚至会传福音的人 有些人口才很好 这就是传福音的恩赐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传福音的责任 但是有些人特别有传福音的恩赐 什么叫传福音的责任呢 传福音的责任就是 我们怎么样信基督的 我们怎么样得救的过程 告诉别人 特别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告诉他说 你知道我怎么信耶稣的吗 我是因为这样 这样 这样我就信耶稣了 这叫传福音的责任 这个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得救的人 都有这个责任的 你要去传福音 所以当我们讲传福音的时候 不是要你去讲福音的真理 而是讲你自己得救的见证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可是有些人很会传福音 这种人他们可以拓荒 他们甚至有医病的恩赐 甚至有赶鬼的恩赐 他们可以建立新的据点 他们总是走在教会的前面 这些人有传福音的恩赐 像菲利一样 因为这个缘故 他就先到撒玛利亚去 这是看到第一种有影响力的人 第二种有影响力的人就是西门 西门对福音是有反应 他自己原来会行邪术 他有一定的影响力 可是他听了菲利所传的 看了菲利所做的 他就信了耶稣 不过他最后他的信仰 还是出了问题 他的信仰出了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的私心 越过了信仰的内容 他的私心越过了信仰的内容 这也是每一位基督徒 包括你跟我在内 到最后一天需要注意的问题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多多少少有私心 对吧 我们的私心到底有多严重呢 一个人的私心其实很可怕 一个人有私心 不一定都是爱钱 有的人就是不会被钱捆绑 虽然这种人不是很多 但是有的人就是可以不被钱捆绑 可是私心还包括爱自己的名 爱名又分成很多种 什么叫做爱名呢 有的人很爱征牌名 很爱征牌名 你征不征牌名 有的人说我不征牌名的 可是不征牌名就一定不爱名嘛 什么叫做爱名 有的时候我们为了爱惜自己的名誉 到不惜破坏别人名誉的 这也是爱名 这也是爱名 这种情形看起来不是很严重 都是私心 什么叫做私心 私心就是看重自己 过于看重神 私心就是看重自己 过于看重别人 有的人爱权 他不能不用掌握别人的方式 来跟别人相处 一旦别人不听他的话 他就要想尽办法影响别人 甚至伤害别人 也有人用消极的方式 不合作的方式来掌控别人 或者团体 这些都是私心 我讲一个非常小的事情 你知道这种事情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 我们必须要去对付 因为这种 我为什么需要对付呢 因为西门就是因为没有对付 后来被彼得他们责备 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 她要我去看她的父亲 那我就说好 她说她父亲在医院里面 我就陪她去了 去了在路上 那天坐电梯 跨到楼上的时候就跟我说 她说李长老等一下你见到我父亲的时候 我父亲其实不是很严重 不过她住在医院里面 我们要去看她 我知道这个女儿非常的孝顺 然后她就跟我说 她说我父亲看到我的时候呢 就一定会咳嗽 听得懂吗 我父亲看到我就一定会咳嗽 我说那她到底会不会咳嗽呢 她其实咳嗽的不严重 她是看到我 她马上就会咳嗽 我说你不要开玩笑 没有这种事情的 结果我们两个就在外面走的时候呢 就她爸爸在里面 我听到她爸爸在跟别人讲话 可是等到我们 她爸爸一发现她的女儿来的时候呢 一发现她马上就咳嗽了 听得懂吗 这是一种掌控 这是一种掌控 你知道掌控的人有一种特质 就是你不听我的我就跟你分开 你不听我的我就讲你的话 她讲的不一定是错的 她讲的可能是对的 然后她就会说一句 我用爱心说诚实话 我常常开玩笑说 我凭你这样讲出来的样子 我就知道你没有爱心 她说我用爱心说诚实话 因为我们一般人说 用爱心说诚实话什么意思 我因为有爱心我告诉你诚实话 可是我告诉各位 诚实话不是每一个时间都可以讲的 对吗 从你讲诚实话的时间地点跟态度 就证明你没有爱心 所以用爱心说诚实话 不是我有爱心我就可以说诚实话 是我讲诚实话的时候 之后必须要有听得懂吗 你知道我们就是常常会用这种话 说我用爱心说诚实话 我因为爱你所以说你不要生气 不 你如果说的是诚实话 应该选时间 选场合 选地点 选旁边有多少人 对吗 如果你用爱心说诚实话 你就应该跟当事人说 而不是去跟别人说 叫做用爱心说诚实话 有的人被人家讲到说 你为什么说他呢 为什么背后说他呢 我是凭着爱心说的 而且我讲的是诚实话 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些都是私心的 这些都是私心 那个姐妹看到她爸爸说 她妈妈就咳嗽了 为什么呢 这叫掌控 这要掌控 掌控是一种私心 是一种私心 这就是用消极不合作的方式 来掌控别人或者团体 私心总的来说 就是爱自己超过爱别人 爱自己超过爱上帝 可是主耶稣在地上 给我们看见的榜样 是什么呢 他说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所以主耶稣爱神 超过爱他自己 主耶稣爱别人 就是你跟我超过爱他自己 这是每一个相信主的人 要羡慕的 更是教会的领袖 要极力追求的 西门也是一个 有影响力的人 如果他没有走错路 他一定是个 很有影响力的人 可是没想到 他后来变成负面的影响 这个我们需要学习 第三主持彼得跟约翰 我们刚才提过了 我们就不去讲了 第四点 我们看最后一点 就是福音的传播 要圣灵的同在 请你写下来 福音的传播需要圣灵的同在 这段经文当中 我刚才跟你们提到 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教会 就是信耶稣 然后受洗 对吧 而且我们相信信耶稣的时候 圣灵就怎么样 内住了 而且我们甚至说 如果不是圣灵感动 这个人不能口称 耶稣基督是主 所以是圣灵 进到我们里面的同时 我们就相信耶稣了 这两件事情应该是比较难区隔的 虽然有的人要把它分得很仔细 但是基本上受圣灵跟相信耶稣 应该在同一个时间 可是那为什么在这里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在受洗之后 才受圣灵呢 这个是因为历史发展的原因 但是无论如何 福音的传播要圣灵的同在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 对门徒说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护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主耶稣在离开他们之前 告诉他们 我若不去他就不来 我若去他就来 对吗 以后 当主耶稣升天之后的第十天 就是五旬节的那一天 圣灵就降临在马可罗的门徒身上 而且那一天 他们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这就是福音在犹太人当中 产生的果效 福音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因着有了圣灵而全备 而完整 福音一定是圣父 圣子圣灵 这才叫做完整的福音 初代教会发展的过程当中 他们先认识主耶稣 后认识圣灵 那两千年后的我们 对于我们来说 因为我们不认识主耶稣 所以我们是透过 谁认识主耶稣 透过圣灵认识主耶稣的 可是初代教会不是这样子 因为他们先认识主耶稣 他们本来就有犹太人 本来就有神的思想 以后耶稣是神的儿子 所以他们先有圣父的概念 再有圣子的概念 最后他们就经历了圣灵的概念 可是对我们而言 我们今天的人 我们没有圣父的概念 台湾的人没有圣父的概念 对吗 我们也没有圣子的概念 所以谁帮助我们 让我们相信有圣父有圣子 那谁 圣灵 因着圣灵的感动 我们就相信了圣父跟圣子 以后三而一的神 我们就相信了 那我们是透过这个管道认识的 可是当时并不是这样 所以当福音传到了 撒玛利亚第八章的时候 这里的人不是犹太人 而是撒玛利亚人 让我再告诉你一次 耶稣说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必要在耶路撒冷跟什么 犹太全地 再来是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这里耶路撒冷跟犹太全地 这里面的人叫做犹太人 撒玛利亚人叫做 撒玛利亚就是撒玛利亚人 那直到地极 直到地极是一个普遍性的说法 就是福音已经不只是在 耶路撒冷跟犹太全地 也不只是在撒玛利亚 在哪里 这些以外的地方 所以在犹太人的概念里面 全世界分成三种人 第一种人叫做犹太人 第二种人叫做撒玛利亚人 第三种人叫做外邦人 那福音传到犹太人当中的时候 是他们先认识耶稣 以后认识圣灵 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 在第二章对吗 这个我们看过了 现在我们看到第八章了 福音传到哪里了 撒玛利亚 福音进到撒玛利亚人当中的时候 他们是先透过非力认识的主耶稣 以后 谁来了 圣灵来 谁帮助的 使徒帮助的 这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福音要圣父圣子圣灵 第二 福音的传扬有使徒统序的责任 有使徒统序这件事情 所以福音是 彼得他们设立了之后 当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的时候 是非力传过去的 以后谁就过去帮助他们 使徒 使徒做什么事情呢 到了第十五节 十六节 十七节 我们再来念一次 十五十六十七 我们再来念一次 预备 请 两个人到了 就为他们祷告 要叫他们受圣灵 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 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 于是为使徒按守 在他们头上 他们就受了圣灵 可以看见神为了让撒玛利亚人明白福音 不是一个道理 不是一个受洗的仪式就完成了 就让耶路撒冷的使徒们 派了彼得跟约翰 过来按住在他们头上 让他们受圣灵 昨天我在这里替他们安守 点水里 或者把他们施洗的时候 我都是说我奉圣父 圣子 圣灵的名替你施洗 可是在这边 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洗 看得懂吗 因为当时谁还没有来 圣灵还没到撒玛利亚 所以圣灵到撒玛利亚的时候 就发生了这件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了这件事情 我 这一次就讲明白了 我下次就不再花时间讲了 请我们先翻开 翻开使徒行传第十章 第十章 因为福音不只是传到犹太人 有这个现象 传到撒玛利亚人 有这个现象 福音初次传到外邦人当中 也有这个现象 十章四十四节 十章四十四节 在一百七十九页 请我们读四十四节到四十八节 这个是福音传到外邦人 福音传到外邦人发生什么事呢 四十四节我来念 你们读四十五节 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 圣灵将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 应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 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 给他们施洗 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 这个是福音传播的过程 福音传播到了 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是他们信了以后 圣灵怎么样 降临在他们身上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以后福音传到的撒玛利亚人的时候呢 他们先信了 并且受了洗对不对 后来彼得就来安守他们 圣灵怎么样 降在他们当中 所以是撒玛利亚人 现在到外邦人了 一共在犹太人的概念里面 只有三个人 三种人 耶路撒冷 就是犹太人 撒玛利亚人 跟外邦人 现在外邦人受圣灵了 四十四节 彼得说话的时候 圣灵就降在 什么听到的人身上 一切听到的人身上 所以你就知道那是圣灵来 在外邦人的身上 这就是为什么 圣灵分三次 降在三种不同的人身上 因为这是按照犹太人的概念 他们把世界分成三种人 因为这个缘故 就像犹太人说明了 或者就像基督徒说明了 我们应该这样讲 神爱什么人 是人 不是爱犹太人而已 所以今天四班唱 神极爱是人 他用三次让犹太人知道 也让我们确定一件事情 今天的福音是临到了什么人 所有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还有家人没有信主 其实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 责任 你的同学 你的同事 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都要做这一件事情 巴不得我们今天 明白了这件事情 福音传到撒玛利亚 不是一个地理上的原因而已 也不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而已 它事实上在属灵上面 有非常清楚的教训 就是福音的传扬 有环境的因素 福音传播需要教会的监督 福音的传播受谁的影响 领袖的影响 最后福音的传播要谁的同在 现在我们不需要再把 耶稣基督跟圣灵分开来了 我们传福音 不需要讲到圣灵 有些时候 我们甚至讲完耶稣基督之后 就问他 你愿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 当他说我愿意的时候 其实圣灵怎么样 已经进到他里面去了 这是以后 整个历史发展都是这样 将来我们会慢慢看到这件事情 最后我们要来一起 祷告 我们一起起立好吗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向祢献上满心的感谢 早晨我们聚集在这里 是因着祢爱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是因为圣灵进到我们的心中 所以我们在这里口唱心河的赞美主 我们也发现因为爱 我们可以彼此相爱 主啊我们也在祢的面前向祢献上感恩 因着福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因着真理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越发的明白我们的生命的需要 我们向祢献上感恩 主啊我们现在要分散 求祢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 我们带来的奉献求祢悦纳 我们所献上的诗歌和赞美 求祢悦纳 求祢听我们的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交通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 和神的教会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